香港治安一半半 近年香港治安一半半 商人、爆洩、風化、拐帶這些案件都時有發生 雖然說就說很多地方都安裝了監控鏡頭 可以幫警方搜證、捉拿犯人 不過很多時候公開的監控畫面都非常模糊 根本認不清涉案人物的樣子 大大減低了破案的成功率 所以說無論是為了保障自己的財產安全 還是為了協助執法機構維持治安 香港的用戶都真的是時候要升級家的監控鏡頭 而在眾多智能家居品牌當中 有一股新興的力量 憑藉著領先的科技和親民的價錢迅速崛起 成為全球數百萬用戶的共同選擇 它就是BossLab BossLab作為新興的IPCAM產品品牌 近年開始為人熟悉 其實它是網絡安全企業360旗下品牌 36年近年都積極發展國際產品線 BossLab就是其中一條重要戰線 除了母公司在美國上市 BossLab更加繼承了技術基因和安全理念 除了設計 功能上可以給到用戶信心 它們對用戶私隱安全都非常著緊 香港現在有售的國際版本BossLab鏡頭 所連接的數據中心更加設置在新加坡 不過 同美國三地 比BossLab可以用國際標準為用戶提供服務 憑著全面的功能和相對親民的售價 BossLab的室內用鏡頭 在香港一向都有不錯的銷量 在路牆都經常會見到 不過如果要監控更複雜的室外環境 對於鏡頭的設計和功能就有更大的考驗了 今天我們就來到新加坡一棟獨立屋 和大家實際看看BossLab IP鏡頭的實際使用案例 如果有意升級自己家的鏡頭的話 今天這條片就不能錯過了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和今天旁邊的鐘 今次我們來到的獨立屋 在不同的角落都已經安裝了BossLab的室內專用IP Cam 他們全部都支援全彩夜視功能 當然不少得的還有防水防塵的認證 佈置在戶外位置日曬雨淋都不會有問題 不過應對不同的位置 當然就要選擇不同型號的Cam 首先我們來到大門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經常都會有人和車出出入入 屋主還要有車拍在對出這個位置 所以都頗需要重點監控 而屋主在這裡就選擇了安裝BossLab Dual Lens PTZ 智能戶外監控鏡頭W315 W315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採用了雙鏡頭設計 擁有上下兩支400萬像素高清鏡頭 可以拍攝2.5K超高清畫面 一支鏡頭可以保持廣角度的監控 而另一支鏡頭就可以透過機動雲台 進行水平360度 垂直113度的旋轉 方便可以同時監控不同角度的位置之外 雲台鏡頭也支援最大16倍的數碼變焦 各位可以看到 就連人面和車牌都清晰可見 在相當清晰的監控影像之外 W315還加入了幾個AI偵測功能 好像人形偵測、車輛偵測一樣 當有人或是車經過的時候 都可以自動彈出通知提醒 用戶更可以用境界區域 又或是車輛保護功能 當有人進入預先設定的禁區 又或是接近你的車的時候 W315就會透過APP通知用戶 甚至即時發出閃光和警暴 營造左下的效果 順便提提大家 Boss Lab W315這支CAM 適合同時需要監測不同角度 又或是想重點監測某些位置的用戶 但如果想監控一個廣闊一點的空間 好像是球場、停車場或是花園 又不想失去一些軟一點的角落 除了W315之外 以雙鏡頭組合成170度超廣角視野的W302 就可能會更加適合了 大家都可以看回自己的需要去選擇 看完前門我們就來到後花園的位置 屋主說因為這裡入黑之後沒有街燈照明 所以會比較暗 一直都很擔心會有陌生人潛入 所以在這個位置就用了Boss Lab夜視王W317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擁有500萬像素 可以拍攝3K影像的高清畫面 而且擁有1.8分之1吋大尺寸CMOS 和F1.0超大光圈 就算入夜沒有開燈的情況下 W317都能夠拍攝到清晰明亮的彩色畫面 人物、動物、植物的顏色都一清二楚 再加上擁有360度水平 139.6度垂直轉動的雲台 可以無死覺地監控到後花園的每一個角落 配合Boss Lab的AI偵測 就不怕有可疑人物走進來都猛然不知了 除了前後門 屋主還說想在另一個角度 掌握到屋企前門入面的環境 但如果要設在這個位置 就會比較難拉到電線了 所以他們就選擇了一款 可以用到太陽能充電板的型號 而Boss Lab旗下就有W313和W314這兩個選擇 這兩款cam的功能基本上都一樣 鏡頭支援2K高清拍攝 亦都有人物偵測功能 作為重點配套的太陽能板 就為他們提供幾乎永續的運作時間 只要充電1小時 電量都已經夠用2天了 而兩部cam最大的分別就是 W313需要透過WiFi連接 而W314就是用SIM卡進行4G LTE連網 而考慮完這個位置的網絡接收之後 屋主最終就選擇了以WiFi上網的W313 總括來說 Boss Lab戶外IPcam的功能都相當齊全 最重要是性價比高 而且安裝靈活 就算是好像這間屋的屋主一樣 佈置好全屋外圍的保安措施 都是20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了 如果你都想提升家居安全 不妨都考慮一下安裝Boss Lab出品的鏡頭 如果你都想親身體驗一下Boss Lab的智能監控鏡頭 除了買回去試用之外 Boss Lab方面也都會在這條片 送出5組W313鏡頭 想免費拿他們回家的話 只要在這條片下面留言 講一下Boss Lab的鏡頭 可以怎樣幫助你升級家屋的安全措施 五位講得最有創意的朋友 就有機會獲得Boss Lab送出的W313 各位都記得踴躍留言參加 另外喜歡這條片不妨LIKE和SHARE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和今天旁邊的鐘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而在眾多智能家居… 家居… Sorry 家居… Sorry 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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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這裡了… 這就太好看吧 我們來看吧 哦,知道了,知道了